9月4日 无尊、林立等人出席了香港某品牌平板电脑发布会 当日无尊身穿枣红色西装亮相 帅气十足 最近处于休息中的无尊 面对媒体很是兴奋 他还表示自己很想念演艺圈的工作 更大方透露自己接下来的行程安排 现如今的飞轮海似乎已经回不到当初 决裂整容传闻不断 当日无尊也被记者追问关于严亚伦整容事件 无尊的回答则一点也盘忽 正面回应了此事件 那我自己觉得 我看他们这么久了 对啊 然后很近距离的看他们 对都会觉得说 他们其实跟之前有变 可是我觉得没有变到像 大家觉得说去整容还是什么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状况 对啊 那我觉得变好看是好事啊 对啊 然而面对不合问题 无尊则表现得相当自然 他表示不合很正常 几个人在一起难免有科办 吵架是很正常的事 看来飞轮海不合的传闻是真有其事 对我觉得我们团体里面 大家为了要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 都会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 那我自己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有时候四个男生在一起 怎么样也是有一些的 小小的吵架 可是我觉得这是好事 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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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